试试 我觉得可以采用这种模式 你觉得怎么样 好 各位看黑板啊 相信呢 你们已经对C语言 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但今天我们这节课啊 怎么又是你 谁在下面讲话 是刚刚从后门进的吧 竹屋 竟然迟到了 怎么上课迟到了 我 我 林老师 他早就到了 我可以证明 他居然帮我 其实他不是刚进来 是这样出去 怎么回事 朱运同学昨晚喝多了奶茶 一直上吐下穴的 已经去了好几次厕所 看看又说想去 这样吧 那快去吧 奶茶再好喝也要适当 喝太多凉的很上胃的 不行一定要去医院啊 林老师 我 我已经好多了 现在天热 很容易吃坏肚子 大家要多注意饮食健康 不客气 谢谢你 来 大家都看一下黑板 今天的课堂作业 就是这个 用代码画出 老师我不会啊 刚才的事待会儿了 咱先忙作业吧 这才跟我开始啊 这种东西 其实也不难 分分钟搞定 抓紧时间 就是为了测试一下 你们的基础编程了解 这个图案 今天中午刚好预测到了 不必要翻哪本 看看待会儿谁的作业更好 我找人了 找人是真正的 我找人是真正的 还真不打算做课堂作业吗 朱运同学 在 大家抬一下头 看看朱运同学的作业 朱运同学的代码简洁没有冗余 变量清晰且效率高 更重要的是运行流畅 这个代码非常标准 非常好 非常好啊 对心手而言 还不错 那就让朱运同学大人吧 大家掌征鼓励一下朱运 还有十五分钟下课 你去帮一下不会的人 朱运 快来救命 好 马上过去 这样 就可以了 哇 真厉害 好了 大家走的时候 记得关灯关电脑 先下课 林老师 你看我们这样 那是什么 你这个想法不错啊 不错 走 边走边说 老师 其实主要就是李玄的计划 我就是想把她弄得好玩一点 天都要黑了 饿死我了 咱们去吃饭吧 等我拿一下书 好 课堂作业 课堂作业 比标准的多了这么多行啊 他应该不会写一些没用的东西吧 快呀快呀 我都不死了 没想到你能在寝室睡过了 幸好你课上作业做得好 林老师都没计较你迟到的事情了 对了 李玄怎么知道奶茶的事啊 你碰到她了吗 我昨天找了好大一圈 都没看到李玄的人影 抱歉 我不迟了 我得去一下图书馆 吃完再去吧 啊 哼